SNG小组屏东报道 他们说怎么这个行政院长这么的状况外 只顾自己拼选举而乱说话呢 根本不了解农民的需求 这位院长口误记录再添一桩 前提价格的交农苦哈哈 只是吴敦义为农委会缓家 却闹出大笑话 要讲公正的话嘛 你说有一个老农 他就硬要在意说 他是因为交价两块钱谁才自杀的 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污蔑跟栽责 你没听错吴葵抨击在野党批评乱爆料 说农民为两块胶寻短 不过记忆犹新寻短的嘉义老农民 种的可是米不是香蕉 吴敦义张冠李戴惹来绿营批评 把交农跟古农混在一起 那问题不了解如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吴敦义院长 你自己应该要好好自我反省 证明马英九所有的团队 大家都忙于选举 他们心中只有选票 把人民的生计 人民的苦难自知脑后 到底是拼选举太忙 还是一时讲太快 吴敦义回击在野党 胡乱批评 自己劝野 娇农鼓农 傻傻分不清 口无记录 再添一桩 三点新闻 中不倒 另外一个引发民怨的